哇 新奇 頂級 超長 說到足球呢 非常金句不得不提 不過今天呢 就不提 晶雄一足啊 晶雄一變 晶雄一變 哎 這個真是超級大傻仔 這些球你都不是向著路門 你怎麼都吧 老友 你真是你懂得自動導航嗎 好 現在我們開始要準備下一部份的工作了 體育T1T 大家健康些 有我主持陳尚來 仲志剛 今天請來老友 Peter王 王興貴 Hello 大家好 王興貴有很多花名的 有貴神 還有燈神 反正神也跟他有關 總之是神級來的 有 雷神也有 我的歌友 其實呢 講到說這個神字呢 如果講這個 Peter 神 其實是一個捧義 就是捧你上去 神級 但是呢 如果說燈神有少許貶義 會不會覺得不是那麼好呢 其實做人呢 永遠都會有高低的 尤其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不好運了 我生來其實是一個普通人 都想去到年紀 這個一把年紀七十幾歲 我其實都很想是可以半退休啊 或者不用做事 但是始終我都自願為 但是我也不會介意 而我就是因為上天安排你 或者命中注定你是要一輩子捱的 那我年輕的時候 我要這樣看 現在我跟阿B講過 因為他有教我一個字 就是叫做呢 是因果 是 是 那英文就是靠近 那 所以我小時候老實說呢 就算是好運了 就由十幾歲 到到差不多做教練的初期 就是在學校 和在東方的頭兩年 都是順風順水的 那 還有你做教練 或者做一個體育先生 你不會說就是 每一天做到你好像一隻雷仔 那樣 就是很多人要招九 萬十 十 那樣 但是 我們的時間很好 那 所以 你 我投了四十年 都是這樣 到到可能 現在年紀大了 那因果呢 要捱多些 我是 就是 肯接受的 現在還了 還了 要還了 因為這個世界上 沒有 就是 easy 那樣 開不開心 開心 那就可以了 只是開心 就是 有很多艱難的路要走 但是 咦 在走路的時候 會碰到很多 好像你們都是好朋友 你們都是 在體育界 這個 廣播界 電視界 成功人士 都是參與佛指 也是 同事 這個就是做過我的 老闆 同事 同事 然後慢慢慢慢 就是 這個 透過我們這些傳媒工作 變成 跟很多 就是 普羅大眾 或者 有些 另外的 行業的 高人 接觸到 那麼 在他們身上學到東西 慢慢 有些是比較 是 平易近人的 對著我這個 又是 順德人的 我們就由 可能 他是我的偶像 慢慢 他很樂意 成為我的好朋友 那這些就是 我認識你很久 你不認識我 不是的 80年代初 我看TV 看TVB 就看王興貴先生 做足球評述的 但是想不到 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在2013年開始 就有機會跟他坐在一起 說話 你想想 三十幾年之後 大家 我看他的 現在竟然坐在一起 但其實中間 那天都認識的 之前都認識的 好人 我試過他在新加坡住 我去新加坡找他 他帶我去新加坡吃魚頭 我說幾個正 沒錯 其實 因為 永遠我覺得做人 就有幾樣事情 一定要 一定有的 就是我一夜很小時候教我 跟著有很多成功人士教我 就是 首先要努力工作 那很多時候 如果很小時候讀書 不是很厲害 經常都掛著踢球 或者看電影 阿萊知道我喜歡看電影 你又知道我喜歡聽歌 那我變成了我真的 浪費點時間在努力工作 就不是浪費得那麼多 所以我在那幾樣 或者看書 聽那些人廣播 無論是香港的評述員 好像以前 李維黨 這個 廚官接地 盧振軒 我對美國 聽那些電堂級的評述員 我覺得 這些人說話 真是這麼厲害 這個是有得體 又不溫不火 不溫不火 最厲害的就是 Martin Tyler 2003年 阿萊都 跟我在吉隆坡 英超挑戰盃第一屆 我就認識了他 那時候 因為他跟我的年紀差不多 很喜歡踢球 他又有對球 他是做這個 就是那些 半職業的教練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是 同親他東來來香港 我們一定會 有喝一頓茶 踢回長波 去到英國也是一回事的 在他們身上 是學到很多 其實 作為一個評述員 或者做人的哲理 做人要欠會 所有的東西 是慢慢慢慢 就是 套埋 自己都覺得 做人 能夠是 好像 他們的十分一 都舒服 那你其實 因為你在美國讀書大的 會不會因為你在美國讀書 聽得一些美國的評論員多 所以你的風格 都比較西方一點 絕對是 因為在美國的評述員 尤其是每一個城市 每一對球 或者每一個電台 他們都有一個 就是他們的當家 那個當家 所有重要的賽事 當然是他們說的 那 尤其是他們說的時候 也都上面那個導演 或者那個監製 一定要管著他們 不會說 就算你是多厲害也好 你是有得做 但是你 不可以 很多時候越軌 或者說一些種族歧視的東西 或者對性別有歧視 那些就是最大的成功換角色 這裏我也要解釋一下 就是 我也做過ESPN 大家就做同事 其實ESPN 有一本handbook 專門給一些導演 和評論員看的 就有關於評論的時候 用的專業字眼 還有一些不能夠犯的錯 開場的時候說些什麼 結尾的時候說些什麼 起乘轉合說些什麼 全部都有了規定在這裏 讓大家有個guide line 就知道你怎樣做評論 才是做得最好的 那其實呢 就 剛才講到 80年代其實你在無線 講的 那可以講一下 講到這個ESPN 其實 因為我頭幾年 是教職業波 算是有些成就 那也都是 就是價錢消耗味道的 起源 因為那時候呢 我就 不是很喜歡教職業班 也都沒有資格教職業班 因為是初歌嘛 但是 我就用了 很多美國的教球的哲理 怎麼樣呢 沒有Superstar嗎 我用新人 我用這個 失意軍人 這樣 令到就是 那對球 不是很出名 那些球員 但是 也都不是很高薪酬 但是可以打到有鬥志 打整體 得獎啊 你們 這樣 所以就變了 我 我頭幾年 是有幸 有點兒 是 冠軍很上 所以無線呢 就 找我做這個 客串 做這個 analyst 就是 不只是 廣播就 有拍攝黨講的 有些是 那些講的了 就是我們廣播分開兩個 一個叫做廣播佬 一個叫平波佬 一講一平 其實大家都重要的 其實這個就是 學西方 就是學美國的 一個做分析 一個做廣播的 很簡單 就這樣 好像中仔和來哥 他們那些 中文的程度 肯定一定是好 過很多踢球的人 或者好像我們對中文 不是読得太多番書 而且中文成就不是很好的人 所以變成就是 如果那個做主持那個 講得流暢 那個做分析那個 講得到肉的時候 觀眾就又好聽 又受益 講開你中文程度 記得初期 Peter廣播的時候 就因為他英文程度好 中文總是四字詞 就詞不達至 說錯了 就是被人笑 是啊 這個最好笑的一個就是 我教的荃灣 荃灣呢 就在這個石圍那裡 那裡有個村長長老 那他就 即是不是玩我的 他就說Peter 我覺得你說過很有趣 這個 為什麼會講到 脾與奔命 你說了奔脾與命 這樣 我說我聽一下 聽一下 這個但是 真是 沒寫過出來的嘛 那就這樣說出來 那麼 變了 例如 好像什麼 堪鑽 變虎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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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擔心 又變了 但是給人 寬處我 因為 他是包容我 我 讀書 那些 無傷大雅的 也可以作為日後的話題 絕對互相大雅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足球世界是以足球為主 那些是配賽 講到足球呢 Peter的金句不得不提 不過今天就不提 因為金句的東西我留下 下次再提好嗎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還要訂閱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支持我們體育T1T